近几年去世的网红越来越多 而他们去世的原因更是一个比一个惨 第一位 小冉 小冉生前曾是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创始人 更是意大利轻奢品牌的设计总监 原本已经很美的他却选择了整容 却因抽脂手术不幸引发全身感染而离世 第二位 吴永宁 吴永宁曾是一位高空冒险者 被誉为国内高空挑战第一人 在他的冒险生涯中因一次体力透支 从200多米的高空坠落而往 第三位 唐豆豆 唐豆豆经常分享自己与爷爷奶奶的日常生活 祖孙三人的斗趣互动吸引了百多万网友的关注 令人没想到的是他突患即兴一线炎而离世 第四位 罗小猫猫子 罗小猫猫子是短视频平台网红 一次直播中被粉丝起哄喝农药自杀 其骨灰又被吊包配因婚 第五位 泡泡龙 泡泡龙是一位以美食探店为核心的吃播网红 却在为反诈中心拍摄工艺反诈片宣传视频时 因为长时间高强度工作不幸临时 第六位 孙一轩 孙一轩经常和网友分享自己的日常饮食 经常暴饮暴食 长期食用高热量油腻的食物 最终因脑溢血去世 年仅19岁 第七位 王向军 王向军是位冰川探险爱好者 2020年在攀登西藏 纳曲嘉离县的伊嘎冰川时 不幸失足落入冰川暗河中失踪 第八位 武道口鸿南 武道口鸿南也是位优秀的主播 坐拥粉丝600万 在钓鱼时应钓杆触到高压线身亡 年仅22岁 第九位 拉姆 拉姆是四川阿爸州的一名网红主播 某日拉姆在家中直播时 被前夫用汽油焚烧 病情危重在医院抢救16天去世 第十名 于悦仙 于悦仙是位知名演员 拍戏空闲之余 在网上发布一些自己的生活日常 2021年 于悦仙在去片场的路上因车速过快 而撞上骆驼发生车祸不幸去世 对于这些网红的理事 你有何感想